我們來看九二這一題 這一題的答對率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它其實有點扯到一些邏輯 就是什麼叫做 下列哪些必符合這詞指標 就是說 這種東西你就是要 你要找它不符合的 但是很多人就會打結 所以你要怎麼找個例子 說它不符合 那我們就盡量找那種邊緣的例子 所以邊緣的例子就是說 我就剛好只有一個6 你可能很多6 你可能很多超過7 很多超過5可能不符合 那我們就剛好找那種 建構一個是不是只有一個超過6 但是又讓這些盡量滿久 所以找例子的方向大概可以這樣子下收 所以像第一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有一個人超過6 有一個人至少6 但是平均數有小於3 可以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0 0 3 對0 3 3 3 6 對 這個就是怎樣 滿足它 可是不符合它 所以這個東西又不符合 標準是它小1等於1 小1等於1 那我就全部都找6 對 不然它只是說很集中 但是它有可能 這樣就 就說滿足它 但是不滿足它 至少找有一個6 就是那種邊緣的情況就很好 對 那 今天這個東西 好 標準 你標準差要 好 我們一樣就用第一個例子 好 我們就只用第一個例子 用第一個例子的話 你看這平均數也是3 對 可是它標準差多少呢 標準差是度量怎樣 跟平均的差 所以這是負3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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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這標準差的算法就是 負3的平方 加3的平方 除以7 除以7 開根號 這個東西當然是比2小 對 所以這個例子滿足這兩個 但是也不符合 那第四個呢 如果今天有一個6 可是你平均數小於3 就表示說你至少要有一個比3小的 對 這樣子就會差3 全聚就錯 所以只要有6 你就沒辦法滿足全聚跟這個 好 那第五個也是一樣 如果你有一個6 可是你有很多1 對 那這樣子 全聚就至少是5以上 所以 有6的情況 沒辦法跟它同時滿足 所以 這兩個就是一定 都會保證這件事情 哦 那當然這是比較邏輯的思維 所以大家就學比較 得分率比較低一點